這座橫跨櫻閣西的紅色鐵橋 雜草旁生已經有20年橋齡 現在因為捷運三陰縣國華站的興建 已被封住不再使用 永昌里長游武雄說 這條居民自己搭的便橋 曾經是往來對岸黃昏市場的要道 現在少了便橋 光是買菜就要繞一大圈 因為永昌人口很多 所以說由這裡走的話 會很方便不用繞一大圈 帶到黃昏市場 是當初是這樣而建的 現在就是第十河川局在河川整治 為了整治這一條 這個要拿這個橋要拆掉 所以說現在民眾還是需求 捷運這麼方便 以後這邊還有公巴公園 老舊便橋位在櫻桃路94項59弄 一邊是永福宮活動中心 另一邊位在建國裡內 剛好是正在大興土木的捷運 跟公巴公園 而橋下的櫻閣西又容易氾濫 需要拓寬 節彎取值 要改建新橋 涉及政府多個單位的權責 因此蘇鴻青議員 邀請相關單位會刊 釐清責任歸屬 而至於橋的規劃 到底討論如何呢 議員表示水利局跟河川局 回應要等到河川整之後 規劃突出來後 再是民眾的需求 才會有進一步的評估討論 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說 你也看到我們後面 正在興建捷運跟公園 那我們橋底下這個櫻閣西 石河局目前要來拓寬 那現在後面這座舊的橋 是以前民眾 兩岸的民眾往來的一個橋 所以我是在這邊是建議說 希望我們市府跟石河局這邊 可以把這座橋保留 那目前石河局跟水利局 這邊的回應是說 他們設計規劃圖出來之後 我們再來做詳細的討論這樣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 未來河道拓寬後 永福宮活動中心旁的道路 會縮減 希望解決河川氾濫的問題 而至於連接永昌建國兩個里 方便前往捷運站的 新橋詳細規劃 永昌黎明可得再耐心等等了 記者 梁安靜 劉明軒 新北市 英哥 採訪報導 記者 梁安靜 Evgen室